今天介绍老乔夫砍柴的故事 有一个年轻的乔夫到山上砍柴,不久,另一位老乔夫也来了 到了傍晚,年轻的乔夫发现,老乔夫虽然比他晚来,砍的柴却比他多 于是,他暗暗下了决定,隔天要更早到山上来砍柴 第二天,年轻乔夫很早就到林子里 他心想,这次我砍的柴一定比较多 没想到,当他挑着木头回到柴房时一看,老乔夫所砍下的柴,还是比他的多 第三天,年轻乔夫决定,他不但要比老乔夫早到,还要比他晚下山 心想,这次自己所砍的柴肯定比较多 没想到,这一天,老乔夫砍下的木头,还是比他多出一大箩筐 第四天,第五天也是一样 到了第六天,满腹疑问的年轻乔夫终于忍不住了 他问老乔夫,我比你早到,比你晚下山,比你年轻有利器 为什么我砍的木头还是比你少 老乔夫拍拍他的肩膀说 年轻人啊,我每天下山回到家后,第一件事就是磨斧头 可是你下班回到家后,却因为太累就只顾着休息 斧头都被你砍顿了 所以,虽然我比你老,比你晚到,比你早下山 但是我的斧头却比你利 我只要砍五刀,树就倒了 你却要砍十几刀,树才会倒 年轻人终于恍然大悟 第五项修炼作者,也是当今具影响力的管理大师 彼得圣吉 Peter M. Singh就认为 学习就像锯木头时停下来魔力巨子一样 能让智能更丰富,更有助于工作的推展 对工作而言,这是一种必要的停顿 有意义的投资人在努力工作的过程中 也不能忘记成长 所以要一边做事,一边充实自己 过去的时代,或许只要努力砍柴就能生存 但在变化迅速和高度竞争的现代 光砍柴是不够的,而是要边砍柴边磨斧头 不断地充实自己